如果中国出兵攻打台湾 你愿意为了保卫家园而战吗 有些人会觉得 战争不是军人负责的吗 关我什么事 其实一个国家的防卫能力 跟全体国民是否有抵抗意志 大有关系 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民众的想法就代表了国家的意志 如果面对敌人威胁 人们就要求政府投降 或是投票选出放弃抵抗的政治人物 那我们有再强的军备都排不上用场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 台湾人的抵抗意志不高 其实跟世界各国相比 台湾人愿意挺身而出 保卫国家的比例并不低 来自不同背景的民意调查都显示 面对战争威胁 有超过六成的台湾人愿意参与抵抗 这个数字已经比战前的乌克兰还高 如果你也想守护民主自由的台湾 有很多现在就能做的事 准备防灾避难包 参与民防教育课程 或是学习急救相关知识 考取防灾事 EMT证照 台湾长期受到中国战争威胁 每一个人的参与都很重要 平时做好准备 暂时就能应变 追踪卧槽 学习更多民防知识